大家好 今天露个脸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次新年好 去年疫情 是吧 今年不知道这个疫情还向哪个方向发展 不废话了 这个是昨天修的一个洗铁船 然后呢今天把它调整了一下 然后呢给你们看这个机芯到底走的怎么样 因为这个机芯它是应该是修表师傅 刚开始修表就能接触到的这种机芯 国产的几大品牌 比如说那个天王洛西尼伊波菲亚达 还有一些什么宝石节啊 反正就是各种国产牌子 它都会用这个8200的机芯啊 来装表 因为呢这个机芯它首先就是便宜啊 再者呢就是它用得住 只要你精心是吧保养 就算你不精心保养 它也可以走的就是很好 不会掉铁子啊没有翻车率很低 不像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你买回来看着很炫酷吧 但是它用不住 然后呢我就后面用图片来给你们说这个表 这个机芯啊到底咋样 这个就是这个表打开后盖以后的样子 能看到它的型号8200 它说明它和金弓双施的那个基本机芯都是一个档次的 但是区别呢就是你看它的自动锤上面有一个箭头 它说明它是一个单向上链的机芯 单向上链的好处就是它在满调的时候啊效率比较高 但是在空发调的时候啊效率不如这个双向上发调的 不如双向自动啊 其实只能说他们的特点不能说谁好谁坏吧 然后锡铁城的这个机芯啊网上一个新机芯也就是100多块钱很便宜 再看锡铁城它自己给自己的品牌表装的这个机芯啊 它的自动锤上打的是CITIZEN不是那个美尤达 但是具体他们这个机芯就是美尤达和歇铁城之间它的素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呢从我实际修理上来看它们之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感觉不到 你把这个自动锤换掉它就成美尤达了 你要是用它这个吸铁城的那就是吸铁城 这个是美尤达官网上它的这个基本的数据啊 我们看这个8200还是8205 它的走势精度是-20秒到-40秒每天啊 但是具体8200和8205的有什么区别我没有研究过啊 我感觉一样 就是从这个走势精度上来看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机芯啊 就不是一个高档机芯啊就是很通用的干活的机芯就是给你看时间用的 不会太准也不会差太多啊这个是我上满发条之后呢 这是昨天上满今天又测的数据 看它的这个位差还有这个百幅的频率差 状态都很好啊 当然这个表它是没有被强暴过的啊 没有被暴力维修过的 所以它很容易就能恢复精度 然后呢这个半就是24小时测完 我们再测这个上满时候的这个数据 看这个机芯它的立面啊 立面的这个百幅都能达到280以上啊 走时非常的有力 当然这前提还要强调的就是 它没有被暴力拆解维修过啊 这个就很容易恢复精度 然后呢这个数据还是不是太好啊 然后我就再调了一下 感觉它这样的会会快 然后呢再调一下 调完之后呢 你看它基本上啊 大多数的方位呢 都在这个快一点点 然后就是表霸朝下的话会慢的比较多啊 这样综合起来看的话 应该带起来就是它的误差会不大 就是说这个便宜的机芯它并不一定走的不准啊 具体还要看你每只机芯的特点 就是可能你会遇到一个走的很准的啊 这只机芯就是 但是它跟ETA的这个基础机芯2824比呢还是要差一些 ETA的2824更稳定 后续呢如果我们碰到 这个就是没被拆过的2824啊 我会再发一个这样的视频 然后跟这个比较 然后你们就能看出来啊 谁走的好谁走的不好啊 当然呢你带到手上正常使用的话 你感觉不出来谁走的很准 真的 除非是你稍带一点强迫症啊 你非要去跟手机的时间每天去比看一下差了多少 当然你拿手机比就肯定能比出来了 就是它的稳定性上面 这个机芯可能今天快两秒明天慢两秒 但是呢好一点 但是好一点的机芯呢 你就会看到啊 它每天跟手机的时间比啊 差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今天算是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录视频啊 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爽 看起来是吧 毕竟我也不是专门录视频的 反正把这个我的心得分享给你们吧 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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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